立正 站立 請坐 秘書長 各位 我們 民政府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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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們 這個 15期的 我們的 法理建國會 建國學院 建國學院的學院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如果這節 上一節 秘書長在發表演講的時候 我都很愛聽 盡量 找時間來聽 甚至我都做筆記 我有做筆記的習慣 他剛才說的 人口庫定 我都做筆記 我筆記已經過了 如果把筆記整理起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 說很多東西 剛才 我們 秘書長說什麼 他說他一句話 告訴我 我的心肝 他說 佛約什麼 佛約中華民國 停止欺騙台灣人 停止欺騙台灣人 我昨天 我昨天晚上 七點到八點 中間 我用比較長的時間 你說 得悠一分 得悠一變 得人到朋友的 這個分別 我也一直感覺說 今天 我們得悠一分的清楚以外 我們要 知道說 中華民國 待在台灣 第一天以來 就不斷不斷來 欺騙我們台灣人 國民黨欺騙台灣人 貪污覆法 北施 盡量用政策 盡量用行政辦法 北施台灣的資源 這就已經很慘 民進黨造成以後 說要來為台灣人打招 透過於是為台灣人打招 這款的 說詞 照想欺騙台灣人 照想跟國民黨一樣 亦不亦趨 國民黨怎麼貪污 他也是怎麼貪污 他也是怎麼貪污 跟我們說 我如果黨選就要改決 我如果黨選就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但是我們看 接近八年 不但沒有改決 你如果沒有任何改決 也沒關係 就尊守幾季 好好把工作做好 你也不能貪污覆法 結果 沒辦法看得到貪污覆法的事情發生 這是我們今天的感到最沒辦法接受的 讓我們台灣人完全懂得 對台灣人的信心 讓我們台灣人 連一個非常危險的境界 民進黨 要怎麼貪 四百年來 老火 老冬 會生日 和生日 民進黨 要怎麼貪 未來 代代年年,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驚二孫 所以各位,我們要鼓勵自己的能力去分辨 到底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就是說,好派要分清楚,是非要分清楚 我們才有辦法好好來做事 這幾十年來,這個市府不分了 補助電視,一載說什麼人是優秀的 政府說什麼人是優秀的 這個部長什麼人優秀的,這個共產黨總裁 我都沒有在相信 他說這是六星的,六星級的,五星級的 我覺得那就是因為,他在流氓政府裡面 他在殖民政府裡面,市民政府裡面 替流氓這裡,流氓的中國人做很多 寒麻功勞的事情 所以,流氓政府跟市民政府 所講的,電子每一替,還是賓民每一替 一直在賀老這個人,讓我們大家來聽 讓我們這些,收阿伯的這些,六星農民 幾十的人,說這個人很好很好很好 如果想說,他用到人了,水中 因為這些人,替他做很多事情 替他們暗截他們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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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做他們想要的工作,不必做人家改劇 為我們台灣,建立我們台灣百年基礎的工作 這都是優秀的政務官 所以,我們要部署電阻頭看 早就,我們的宣言都說,我們部署要電阻頭看 電視也一樣,他在說什麼人真好 不一定真好,想人真壞,不一定真壞 要這樣看,所以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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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所以說,說到這個政相交易,我們不是無錢 實在說,頭上,我們秘書長說 我們是很有錢的,不是很有錢 但是每個案,你看台灣頭到台灣外,有很多文字館 文字館,說一個古鐵的,古城的科工館 用八十個來蓋,用那些土地,建設的土地是無錢的 免付費了,八十個把它蓋下去之後 一天,用的人,有200的人在那上班 結果,日米參觀的,差不多是200的人 這人收費多少,200才四萬塊 一天收費四萬元,但薪水扶持不只四萬 這種的建設,就是寵的很大 裡面多少費錢,多少人在那裡分財 都是貪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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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在早上那禮拜的拜三 的問題的研討會 都不分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國民黨 難贏的學者 我是最好一個評論者 我說 財政的困難 不是我們稅收不足 就是我們 實在是我們 現出席的政府官員 政相告結 無靈貪污 政相告結 無靈貪污 古鐵雷不是跟剛才說的 科公員這個名字 可以在樓下我們說 我做局長的時候 我們同市新公路 種一張 小越南人數 一張稍微再是三千塊 競然是 三百張用兩千萬 法寶出去 兩千萬法寶出去 一張只有 六萬六千 那個時候 我在中華的議會 在做一個演講的時候 我在講這個問題 中華的 這個這個 議員說 啊 這沒遺憾啦 我北瓜山 兩腳爭的 種一張市場是七萬 你們要減我們四千塊 種一張市場才要七萬 一張市場才三千塊 叫一個工人來 給一千塊 你捏一個洞 這張市場才給它撈下去 給它添添的 腳大大 還給你一千塊 我願意去做 結果你想 想看看 製三百丈的製作是兩千萬 要怕人來不 想說第一半的規劃是七千萬要製三百丈的製作 第一次的規劃 要叫無人去製作 他既然說我都不公開處理你的事 我絕對不做這個工作 他絕對這個offer就對了 提供這個機會給我 我不會講出來 公開講出來 你說要叫我做七千萬製作 叫我說變一個預算 或是說來進行這個工作 要讓我七千萬的預算 要變這麼多預算 要讓我製作三百丈的製作 我既然 都藥教的人應該要製作製作 去找來找去無人敢製作 叫工藥教的人去製 結果不敢變七千萬 變兩千萬 你看看這種政相跟這個程度 不是民進黨的館長執政 就沒有這個東西 館長都沒有在插這個事情 一定有相關的人在插這個事情 是我跟他公開跟他押出來而已 各位看我那本桃園去來 裡面撒得很古鐵 什麼人要付這個事情 都把他一直點名出來 這是要拿很大的勇氣 我找一個手機 我找一個手機 館長的小年 卡電話說 局長你要很小心啊 那些人會去 賣通這個黑度的 不吃人去幫你上海 不然就是幫你顧 我覺得 我們就是要拿這個勇氣出來 像我們以前秘書長那種勇氣 我美國就沒有在怕 我怕人家 我為了要寫這門桌子 我也將那些資料都收起來 都影韻 和老地 如果你要加工來加工 我資料都有 給你顧不上班 我都不怕你 那你說 可能會給你害死 我說沒關係 我如果去我們害死的時候 你們管政府創一個心理 不要讓人敬禮到拜拜 這樣我就不滿足了 你就要報必死決心 跟這種黑度來拚 跟這種不吃人來拚 連我我在拜三那個地方 在講這個東西 我講完了 所謂的國民黨義勇協責 都站起來說 我都不看財務府法 都不真正常啊 案子 以前變出來 就是要開啊 有沒有 開這個開就而已 哪有財務府法 台上的學生也說沒有財務府法 台下的學生也說沒有財務府法 啊實在是 有財務府法嗎 有啊 很普遍啊 很普遍的事情啊 啊 但是一定一個 這個 醫院學生也說 一定要把國民黨這個粉 沒給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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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說 他都沒有財務府法 都真真真真打拚 水水水水 我們很了解 國民黨在中國的時候 就已經是財務府法 有名了 蔣宋 蔣家 宋家 陳家 孔家 就是那個家族 宋美蓮那個家族 丹立夫 陳立夫 陳果夫的家族 陳立夫 陳果夫 叫西西派 西西派 將在台灣的經理系統 再來就是 孔家 孔祥西 人家說 宋之文做行政議長 孔祥西做財政部長 然後 東日本 說他在 共產黨前的時候 50億的美金 來幫助 7億 正在留對這個什麼 宋家和孔家 在 美國的共產黨 銀行 剛才我們 在到這個消息 大媽 哇 這堆人家說是差 這堆人家說是差 竟然沒有用心 要犯狂 一會 一會 變成孔子 一會 落對這個共產黨 銀行 各位看那個 宋氏王朝 宋台內實在那本書 台灣是金書 我們看不見 我去到美國的時候 有台灣的東洋會 先拜 有這種事 你在看 大家看好就金書 不然你到台灣看不見 也不可以 你找到的 你拍關你就讓你來 你看一下 宋氏王朝 這年 八爪 八爺 一位 一個律師學家 他也很勇敢 去做這些了解 他都把他頂頂出來 沒有人家都很不民主 但是我們在台灣一般的民眾 沒有那個機會接觸這個秘 也沒辦法成功去了解 因為海外很多金書 你都看著 你把中學起來 你就知道說 哇 全國國民眾是怎樣 會失去中國 因為他很冷 很貪污 很富華 來到台灣 也沒有檢討 他很願意 哇 這是他的 像他的 占領地 軍營一切 所有的都他要來 四萬換一塊 讓我們台灣 每個人都變善死人 四萬換一塊 避制改革的時候 印新台票 三百萬 收所有的我們的股台票去 那是公開 然後 晚上還不知道 印幾百萬 本來 講宋 孔城 四個家族 跟我們騙說 因為 他對上海 穿黃金之外 但是我聽說 我們公務司 很了解 他說 這次多少 一百四十萬噸 的黃金 但是 沒有多久 送一百五十萬噸出 在這裡 又放十萬噸出 哪有帶黃金來 這樣把我們騙 像我們秘書長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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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 以前那個 那個 那個 陳師問 說 他公開演講 說他有去看 新店我們的金庫 我們有黃金金庫 我們放在新店嘛 結果去都 離開那些什麼 我們 金子做的那種 拔 拔 拔 沒看到金塊 沒看到金塊 真的 如果要放金塊 如果要放黃金 如果有黃金進來 一定是金塊嘛 不理人 像那個美國金塊這樣 他如果出來的時候 金色色 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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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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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是金塊的 不是說 做一個金杯 說這是他的黃金 這個黃金有多少金啊 裡面空腳的 只有一個話錶而已 那是說 這個 這個 金機子 這個金機子 這個也薄薄而已 這種哪有可能 外交 人的黃金存放是 很快 一塊一塊 最小塊 當然五釉 它可以一公斤 還是五公斤而已 一塊一塊這樣 才有記憶 結果 我們所看到的 金本 不是金塊 那是說 他 換黃金來 為台灣建設 這塊的 為什麼呢 要聽一些那些 傻人公斤 好 南西 好南西 國民黨 拔這個 什麼 一些黃金來 我們今天怎麼有打 我聽到就覺得很可笑 我們台灣人去騙到這樣 他貪污 跟搜刮 就來不及了 他有可能說 對最愛 黃金來 對台灣人 他對台灣給他看見 戰利品 戰利品 儘量收刮 把我們台灣的米 把我們台灣糖 都用去上海 賣掉 錢放在那裡 這個唯恐不及 哪有可能說 我對上海 拿黃金來 來讓你們大家開 哪有可能 不用說台灣人 不用說我們台灣人 不用說我們台灣人 要想起來 不用說他 他那麼老老實實 說來建設我們台灣 所有的建設 都是有附帶的利益 十大建設 我們很多人也很討厭 政府經國的是十大建設 但是我在那 一區區區年 蕭文中說 十大建設 我給它開閉就不會看你 因為我十大建設 的時候 我政財行政儀上班 我是做這個財務規劃的 本來說 平路電視法是變五十億 有一個鐵路的工人士 如果對西邊 做鐵路的電器 電器法 一百億而已 我覺得這很有道理 所以 要去 政府報告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 電話線上的 福建人 我說這個案 應該拿出來 給我們的 蔣副院長參加 說 五十幾歲 你放不出來 怎麼可能一百億呢 就 叫我絕對不能拿 不能拿 不能拿就沒有拿 對不對 結果最好 訂案的時候 說訂了一百億 一百十億 一百十億 等我們的鐵路電器法 放起來之後 的時候 高通報公佈的資料 說花了二百五十億 各位 只把鐵路電器法的 電器法中間 那個條子 水泥的條子拆起來 發包是七千五百塊 第一包拿到七千五百塊 一直到尾巴的時候 先包五百塊拿 五百塊就賺錢了 我們不可以 他們很有名的 很大間的鐵工廳 鐵工廳 鐵工廳開幾十萬 鐵工廳打高度 說他要拿這個工廳來做 說你不要亂想 你說要花五十萬 人花一百萬 你說花一百萬 人花三百萬 結果你還是拿不到 最後你也拿不到 結果他真的拿不到 花三十萬 要了解這個情形說 哇 要夭壽 第一包說七千五 我們本來說五千 五千塊包 我們就賺錢了 結果說 一直轉轉包 轉包到五百的人 五百五百萬 最後那包五百人 我們台灣人 去包五百萬 他也賺錢 所有的條子都給你送到尾 所有的材料都給你送到尾 你只要那一條條子 每一個坑他拆下去 五百塊 頭前那七千塊 都送到尾 所以哪一條的建設 是哪一條的貪付 我們不再說 今天台灣的 不至於這年 起床 就是貪付付法來的 民政府 絕對要做這個事情 將來 要把他一斬一斬 拔出來 公開出來 來做調查 如果所有貪付 所有貪付的人 我們都沒有所有的 實效 實效的 犯罪 沒有消滅實效的問題 法律上 這個 這個 刑法上有一個消滅實效的期限 我們這個貪付 這個東西 沒有消滅實效的 期限 一定要追索 追訴 如果我們所有民政府的官員 絕對不能貪付 剛才我們秘書長說的 貪付是很大的罪 都要侵襲 那如果是涉及貪污 沒有實在的貪金 這個犯罪 真的要貶行 貶行 你自己負責 你把醫療會有的沒有的命吧 這樣我們才會改進我們這個社會 大家要精神才會說 振奮起來說 個人 我們民政府就是 每一件事 就是要為台灣來進行 未來經過台灣 現代法的建設 每一件事 就是完全信任我們 驚驚順順的 未來的幸福 這樣 我們才能對著去 我們百年來 我們的祖先 也對得起 我們未來的驚順順 我們希望大家 好充滿力 像我們來了解說 廣安民國貼責 從第一天跟這段時間 最後一天 都少不了一個騙子 都是麻辯 這好充滿 一個旁邊之後換一個媽 剛才騙到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清清楚楚 要清清楚楚 不能再去騙 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來參與 祝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主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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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立 立正 走 稍等一会儿